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巴拿讀聖經 看薩姆二記下第十八章 上回就講到阿沙龍不用阿希多佛那種快刀斬亂麻 琴賊先琴王的計策 被大衛成功過到約旦河 在馬哈念的地方站得住腳 在過程當中 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和首領加特人以太 這些全部都是外邦人 還充當過如前示威緊根的步伐 不偏離 同一時間去到馬哈念的地方 當地的一些氏族 也有外邦人的夫戶 來接濟他 你可以見是主流的民意 所有的首領或者之前 食、穿和大衛 一起富貴的那些人 就跟隨他兒子阿沙龍 你可以謀反 反而一些次要的限國 之前未必有那麼重視 繼續支持大衛 人情冷暖 除了看到之外 你也看到 在機會來到的時候 那些人是靠邊邊站 比較貼身於香港人的例子 就是當年 認一二香港特首選舉 主流的四大地產商 填北辰那類 商界都是支持堂堂的 二軍特起 那些二三線支持六八九上位 還有六八九上位之後 你看到很多人說 李超人江山不在 各方面 大衛有類似的情況 現在他重整旗鼓的時候 有什麼事發生呢 大衛檢閱跟隨他的人 設立千夫長 百夫長率領他們 他將兵分成三隊出戰 一隊由約額率領 一隊由約額的兄弟 洗路亞的兒子阿比西率領 一隊由加特人以太率領 他對軍兵說 我一定親自和你們出戰 以前打仗 如果大衛睡到太陽平西 打阿門和阿蘭那場仗 兵分兩隊 原須是約額 還有他的兄弟 亞比西 兩邊來迎戰 今次兵分三隊 最主要是加了一個 你當他三分二人 是親衛大衛的 三分一人是外邦的僱傭兵 這是今場戰爭之後的轉變 未來也看到外邦人 在以色列人族群 或者這個角度裡面 那個involvement 越來越比重加高 這個也解釋到為什麼 他可能要重新分配 千夫長 百夫長 在第一節 然後大衛有個request 要和他們一起出戰 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 我覺得 他和人親親的時候 大家的士氣 會高昂一點 第二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 他們以前 大衛未做王之前 都是來出生入死 第三個可能性 他還以為自己是非常好打得 好像某些人一樣 究竟哪個可能性 不得而知 所有的可能性 都包含在內 或者還有其他 接下來看看 那些人怎麼說 但是軍兵說 你一定不要出戰 如果我們打敗了逃走 他們無所謂 甚至我們一般人陣亡 他們都不會關心 大王一個人比我們一萬人更重要 大王還是留在城中 支持我們好一點 王說 那好吧 你們認為怎樣最好 我就照做 於是王站在城門旁邊 看著軍隊 一百一千 按照次序出城 這裏究竟大衛是不是一共以退為進的方式 不過如果你繼續看 真的三無二記下的之後的經文 就會看到 很多時候大衛都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要親徵 但是都被人勸退 勸退的方式 這裏是很客氣的 說到我們死一半人都無所謂 但是你一個人 又是勤策先勤王的道理 其實很多軍兵 無論在阿沙龍那邊 又或者在大衛那邊 都知道這件事 似乎只有阿沙龍和大衛 兩傢伙 傻傻一雙情願 就以為身邊的馬仔 要靠他 就不知道 原來他自己才是那個扶雷 好像中國象棋那隻象 死鬼了 在另外一些經文 都會說到 喂你虧了 你不要跟著你 左手左腳回家 這個也可能是 為什麼大衛 當日打這個阿門的時候 就是碎到太陽平西 一來就是 夜晚奉獎 老人家 現在也是 然後 另一件事就是 你不出好就出了 反過來看 就是當年年輕的時候 大衛是否真的 全民中那麼好打呢 可能也是 但是 這裏說到他 後來做了王之後 身份地位不同了 重要了的時候 就是普京 假裝駕駛一下飛機 騎一下馬就可以了 你沒有理由 繼續做特務 007 你真的很好玩嗎 No time to die 最後就死了 Anyway 講得太遠了 我們繼續 move on 王吩咐若額 阿比西 和以太華 為了我的緣故 你們要溫和 對年輕人阿沙龍 全體軍兵都聽見大衛這個吩咐 軍隊在二發連重臨和以色列人交戰 以色列軍隊被大衛的部下打敗 傷亡慘重 有兩萬名以色列人陣亡 好 看到這裏 明天或者未來的時間 繼續追到下面那個 王在打仗之前 吩咐三個元帥 包括士兵 他應該是大喊的 要不然那些兵 沒有可能聽到 想像你五千個人 就算是很靜很靜 大家 軍隊的紀律非常嚴肅 不出聲 烏鷹都不能聽到 但你五千個人也未必聽得到 假設他五千個人 所以他應該很大聲地說 叫他寬容阿沙龍 很多時候你對敵人的人詞 對自己人的殘忍 在事前去說 我不知道你是那三個元帥 或者士兵的心情 假如你 第一 實贏了 頂你 輸了怎麼辦 輸了別人不會到 而會仁慈 很明顯 滬西的計謀 他們都知道 因為滬西通水了給他 而且阿沙龍一定說得明白 是趕盡殺絕的 我 即是別人扔過來的時候 我還要就著就著 不要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究竟這裏為什麼 大衛會這麼仁慈 如果一開始 當初是 這麼疼阿沙龍 而阿沙龍又是這麼能幹 可以做很多決斷 為什麼不索性 一開始他回來的時候 就疼疼他 就要攤了兩三年的時間 還要約押滑船 他才肯見面 也不需要讓他走路流亡 另外索性 不如讓他做攝政王 你就不需要有個傢伙 走來反叛你 現在別人反叛了 你才來到他仁慈 再加上連仗都未打 可能活足了他之後 算吧 我卸免你 你終身軟禁 在什麼地方 那是另一回事 究竟我應該 在拚命的時候 是拚命還是不拚命呢 這是很關鍵的 因為歷史上 如果我們反過來看 當然會看到 他贏了 但那個時刻你不知道 歷史上 譬如 明朝 很大的例子 我們不需要說到很遠的 戰國時代 什麼宋樣之人 在半渡河之池 就不去召爆他那些低能 在這個明朝的時候 朱棣 之後的明成祖永樂帝 就來到去反叛朝廷 這樣就說你要清軍則 實際上就是反叛 說得好聽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是擔贏的 兵力也不是很強的 為什麼可以打贏建文帝呢 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是因為建文帝 用那些將領實在太廢之外 賴屎 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建文帝 講了那個restriction 因為朱元璋不想兄弟互相殘殺 所以既然朱棣是他叔叔 他就要活足 於是朱棣就拿了一個優勢 逗逗打仗都假裝他自己在這裏 插著預期在這裏 於是那些軍隊究竟射好不射好 結果他真的虧卓 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所以打仗是不可以負仁之仁 不可以連累隊友 這是大衛煩的其中一個很大的錯誤 當然你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 負愛實在太偉大了 那些事情 但是似乎這段經文的重點 就未必是這樣 你會看到那個王 無論是大衛那邊或者阿修雄那邊 都是誤判戰情的 只不過是他下面那幫靚 怎樣去上有對策白癡的朱隊長 然後下面的人怎樣做 阿修雄那邊做得失敗 大衛那邊做得很成功 結果就贏了一場仗 只要一提 約阿修和阿比西 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都是非常忠心耿耿的 跟隨大衛的 哪怕他都做了很多仆佳的事情 但某程度上都是幫大衛來做他的醜飲 這件事就非常難得在落爛的時候 尤其是如果他去幫阿沙龍的話 可能前途也都無限 因為畢竟當初雖然有少少的反面 但當初滑船的都是弱鴨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比利班阿套